这门怎么开不开啊 怎么回事 这可怎么办 看来 今晚我们要在这里过夜了 你这是在做什么 把我们两个隔开 这样你不就会安心地睡觉了吗 我们之间 不用这样 小苏 你 我的意思是说 我知道你不会对我做什么的 好了 睡吧 睡吧 你 现在你还觉得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呢 你不是那样的人 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还是没人 我不会对我 我还是不是我 你只是我觉得 你有没有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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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明是受人指使 有人想要对你不利 我是绝对 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 好了好了 放下来 对了 你看看这个 这个是前兵部尚书梁峰给了一张的信件 信件里面提到 要求他把梁城此次晋升顺利 这样的话 他便会对当年的史绝口不提 还说此事 关乎潮局安稳 潮局安稳 梁峰负责当年鸿骨的支援 梁城当年负责处理白亮安 难道 莫非 去找梁峰 每个人都有 以后 上午好我们大如霜 好 好 恭喜谢大哥 谢谢小飞渊 来 谢谢少庄主 拿着你的 谢谢少庄主 谢公子可真大吧 谢谢少庄主 谢公子一表人才又这么好 你可真有福气 她跟我在一起才是她的福气 来 来 来 每个人都有份 恭喜 谢谢小飞渊 谢谢 没事吧 走了 谢谢少庄主 每个人都有份 飞渊 站住 站住 谢谢 你怎么还能够做歌了 没有 没有 我说没事 今天开心吧 小飞渊 再给你一个 还是谢大哥最好 没事 没事 怎么这么热闹啊 来得正好 培修 你的红包 你拿去 素兄 你也有 这是 今天啊 是谢大哥 还有如霜姐姐在一起的日子 这样 恭喜二位了 谢谢 对了少爷 你们昨天去哪儿了 怎么一晚上都没回来 哦 昨天我们 哦 我们昨天在雷府 缠 哦 雷 雷府 飞渊 去收拾东西 我们马上出发去新郊 好 好 雷征那个案子 明镜署 还在查吗 回主上 此案已见 萧衍之那边呢 跟着苏慈 出城去了 出城 对 苏慈跟刘璇告了假 说要休息一些日子 齐王闲来无事 便也就跟着去了 这你也认 这你也信 那萧衍之 打着闲来无事的幌子 干了多少正经事啊 主上 你的意思是 要防着他们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是 我明白了 那个苏慈 女扮男装 潜入明镜署 又攀上了萧衍之 真是可疑啊 你好好查查这个人 是 这天啊 可终于晴了 小姐 有几位客人要见 参见王爷 嫂夫人不必多礼 我图经此地 本来想祭拜下张大哥 顺便和梁朗爷去去救 没想到